前兩年更離譜,因為我們看到福茂協議那麼重大的一個協議 他竟然想要把它定位成為行政命令 那這個是在法學上是非常荒謬的一個看法 但是呢,我們必須知道什麼 過去一項這麼做 但是過去一項這麼做不是表示它是正確的 而且過去一項這麼做不是表示它就形成一個立法慣例 行政慣例或者是憲政慣例 如果它有重大抵觸憲法的嫌疑的時候 我們還是必須要去清楚的去把它發掘出來 那如果說,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看到欠缺進度的後果就是 其實官員呢也不認真 他也不做這個終極影響評估 所以我們看到像福茂當時我記得錄委會主委 在六七月的時候就答應了 那到前年九月的時候都還沒有提出來 事實上到太陽花學院的時候也都還沒有提出來 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能力做 他要處理的項目那麼多 但是他並沒有好好的去做 我想這是一個不只是一個民主監督的問題 還是一個專業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最大的困難就在於說 這個民主的問題、專業的問題呢 事實上是一起出現的 那如果說我們把這個焦點稍微放回來 今天的焦點的話 基本上我認為兩岸的這個 就是經濟上的這種協議 就是這是我們國際貿易法上的這種 類似像後貿協議 它實質上是兩個什麼呢? 為什麼我要這麼講? 因為這個涉及到我們憲法偵秀條文的規定 就是說我認為無論如何 我們要採取的是一個現實的解釋 而不是只是一個就是魅於現實 然後自己好像主張 例如說主權基於中國的這樣的一個背景的了解 因為這樣是有問題 而且事實上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它基本上雖然是用白手套 海紀外海協會去簽 但是背後呢其實就是兩岸的政府 那這兩岸政府呢 我們可以發現它各自主張 它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所以名稱我不管 不管你把它稱為這個什麼 一般的國際關係、特殊國異國關係 或是什麼啊 其他就是說更不貼現的名詞 但是無論如何從實質來看呢 它其實是兩個 就是主張它具有主權的政府之間的一個經貿協定 所以從這個觀點來看的話 我們一個馬上想到的結論就是說 它其實是要去適用國際條約或國際協定的審查程序 甚至我們加入WTO的那個審查程序都可以去使用 那當然那個程序夠不夠完備 這是一個接態可以討論的問題 好 謝謝 這是一個問的 只能接觸四個來的 也是一個 我們現在可以找到 每個大小ци